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一集 偏方小百科 我是Ken 今集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重病疗愈 先认识最丑陋自己 我们这个频道是最主要分享一些健康资讯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频道 就记得在右下角按这个订阅键 按个赞 按个钟 分享给你身边注重健康的朋友 如果大家今集是未有这个心理准备 接受到自己有多丑陋 大家可以先行离开 有空点心情好点再听 因为我今集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你们自己的诡计 我们的网友很多都有不同大小的疾病 我想跟大家讲 我们其实很多很多现今的人潜意识都是想死的 你可能一听到你说 不是啊 潜意识想死 我很不想死的 我是很积极的人 大家先听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的脑袋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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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狡猾的 我们的脑筋是千方百计想自己死的 我稍后会讲到的 我们上一集已经简单描述过 我们的意识是分开两个 第一个就是显意识 第二个就是潜意识 显意识就等于我们的意识里面的软件 潜意识就是等于我们的意识里面的硬件 软件就是我们每天运作的程式 硬件就是潜意识就是我们的数据库 我们的人格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拿出来 然后摆到显意识里面软件 就是我们整个人的人格 大家可以听我们上一集叫潜意识编码 我有基础讲了什么叫显意识 和什么叫潜意识 但是在显意识和潜意识中间 其实有多一块东西 其实那块东西就叫自我 譬如这样说 如果我今天跟你说 叫你给钱我 我帮你祈福 然后你就会很健康 你会不给我的 为什么你会不给我 就是因为你有个自我在 这个自我就是你自己的头脑里面的保安系统 这个自我会告诉你 不是 这个人这样说出来好像在骗我的钱 所以你会拒绝我 不给钱我的 但是问题就来了 如果你的潜意识本身是想死 你的自我便会找很多 疑似是很健康的方法 而伤害你自己的身体 我举几个例子 看看大家有没有烦到 我问一问 大家喜不喜欢行山呢 我觉得香港近几年 很多人喜欢行山 但是有没有发觉 有很多人 36度 37度 照行山 接着他们会带很多工具 例如买很多power gel 然后又买很多安工牛黄丸 如果有些队友躺下 然后立刻被他拍 当然要救醒去 诸如此类 等等 其实我告诉大家 这些行为 就是你潜意识想死 但是 你的自我和显意识 是感觉到 因为行山是很健康的 所以我们要多走一些 我们37度都是行山 其实这些行为 就是你潜意识想死 而通过你的自我 和你的显意识 去骗你的潜意识 你这样 你会觉得过得到 不要尝试挑战自己 因为你什么时候挑战不到 就是你躺下那一刻 你就知道自己挑战不到 又或者大家 喜不喜欢跑马拉松呢 大家都觉得每天跑步 是很健康的 我实际告诉大家 人的设计不是让你这样跑的 不是让你跑20公里 40公里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每一次马拉松之后 你看看新闻 当然有一大堆人 又受伤 又暈倒又又黑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运动 本身就是有风险的 人不是这样跑的 不可以这样跑的 如果你想养生 是不应该跑马拉松的 但是你的意识 是会骗你自己的 你的显意识会跟你说 你的字会跟你说 喂不是 跑马拉松很健康 每个都是这样跑 其实你潜意识想死 才会跑全马 然后还要挑战自己 其实挑战不到 又是那句 一挑战不到 就收工了 所以你看看 你的显意识是非常非常假滑的 又或者你喜不喜欢 去重度健身 练到整身肌肉 近期男男女女都是 即是女孩子很喜欢 练到钢条 天天又说要练背 练二头肌 三头肌 男的就要练到 像史太龙那样 我就直接跟大家说 重度健身的人 通常是早死一点 因为身体也不是给你这样用 不是给你练到钢条 如果你留意一下 很多健美先生那些 很短命的 所以 你的头脑就会骗自己 不是呀 健身真的很好 我应该多吃些蛋白粉 然后做健身 令到全身都是肌肉少些脂肪 如果去到极端 就是伤害自己的一个方法 而你头脑和自我 是会认同这个方法是健康的 又或者你喜不喜欢 行路看手机呀 过马路看手机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行为 都是潜意识想死你才会做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 你有喝酒的习惯 有吃饮的习惯 如果你说偶尔喜欢喝一次 但如果你是alcoholic 就是一日无酒不欢 这些行为 就是你潜意识想死的 你经常吃烟 可能是你真的想死的 又或者是你每日 都吃很多垃圾食物 每日又捱饭 这些行为 很多时候都是 我们潜意识想死的一个表现 为什么我们潜意识想死呢 这是很大的课题 不过我大概说一说 就是因为我们找不到 我们生命里面的热成 如果我们找到我们的热成 我们就会不想死的 我再说一个例子 我也经常遇到的 就是我们潜意识有多想死呢 比如 有些网友 有些大病 我可能送一些 相关的网页给他们看一下 但是很多网友说 我不懂英文 我不懂看 我现实点告诉大家 如果 假设你最深爱的人 比如你有小朋友 他有绝症 或者你最深爱的人有绝症 然后我给你一个繁文的网站 你都会看的 但是为什么到你身上 你不懂看 就是因为你潜意识想死 你的意识 你的显意识和你的自我 就会推你自己 这个网站是英文 我不懂看 但是最主要是因为 那个主角是你 而你是潜意识想死 所以你的显意识和自我 会认为我不懂看英文 但是如果反过来 那个人是你最深爱的人 你就会会看法文 你就会会看德文 你一定会找到方法 去解决不懂看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头脑狡猾的地方 又或者反过来 大家喜不喜欢 一有病就去看医生 我不是说大家不应该去看医生 而是大家只想去看医生 然后把问题抛给医生 而你自己什么都不做 我只给了百元 然后医生帮我搞定我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你的问题 这个就是你潜意识想死的问题 因为你有没有用心 上网做资料搜集 你究竟自己是有什么问题 又或者有什么方法 可以改善到你的症状 如果你没有做 你直接去看医生 叫医生帮你搞定你的问题 这个是搞不定的 如果你已经是有大病 你又知道自己 可能是潜意识想死 那应该怎么做呢 之前我有一集 已经说过了 能医慢病的四句说话 就叫灵极限 灵极限的内容就是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多谢你 爱你 假设你知道自己是潜意识想死 而你现在又有大病 那应该怎么做呢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非常好的 就是当夜难人静的时间 你自己一个人 静静地 就是不要有东西骚扰你 闭上眼睛 放松 然后你自己就要想一想 你自己在你的面前 那你细心看着你自己的样子 很细心地看 你会看到他 是非常之不开心 又或者你会看到他 是很愤怒 很沮丧 那其实 那就是你的潜意识 那你应该怎么做呢 你尝试一下 当你见到他的影像 你见到他很愤怒 你尝试跟他说一声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看一下 在幻想里面的你自己 有什么答案 有时他会理解你 有时会不理解你 但是如果他不理解你 你继续跟他说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多谢你 爱你 然后你可以问他 这个是慢慢来的 你可以问他 为什么你会不开心 他可能会回答你 这个就是你和你自己 潜意识沟通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可以 踢走你的自我 因为在疾病的时间 你非常需要和你自己 潜意识沟通的 你一定要在这个位置 找到你的问题 当找到你的问题 你的潜意识 就会配合你的显意识 你一定会找到 医好你的病的答案 如果你有热成 你有这个爱在里面 你解了这个结 你身体的病 你就会自自然找到方法去医 等于我刚才说 我给你一个英文网页 你不会看 但是那个是你最亲爱 最深爱的人 发文的网页 你都会看 道理是一模一样 如果你潜意识 是真的不想死 你和他沟通了 潜意识就会用尽 所有方法 告诉你什么方法 医到你自己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和自己沟通的方法 你们可以每一晚都做 尤其是如果你现在 现在真的病到五眼六色 很多方法都搞不定 你试试每一晚 都和你自己 说一声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多谢你 爱你 你说得一排 你就会看到 你的幻想出来的你 在你面前 是会慢慢微笑 这个就是我们 直接跳过 我们的自我和潜意识 沟通的一个方法 如果大家真的有大病 你可以大家试试这个方法 由于YouTube的规则所限 我们未来的影片 我们的backup 我们会放在rumble 你可以在rumble里面 搜寻p-i-n-f-o-n-g 你就会找到 偏方小白科 或者大家可以加入 我这个facebook群组 搜寻偏方小白科 你也可以找到我们 我亦都会放了 所有的连结 在描述栏里面 大家可以找到 好了 我们这集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就记得在右下角 按这个订阅锡 给个like 按一下钟 分享给你身边 还健康的朋友 好了 今集先说到这里 下集再说个 拜拜